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大了 他把熊貓 而且看不到竹子 我这个竹子感觉好看 台北松山机场附近任车新来攘晃 位在机场前面 一块代表台北都会门面 与形象的安全到绿地上 陈主峰正带领着市政府公园处 敦画苗圃团队 进行装点美化的工作 我这张要小一点 所以你可以先擀 中文字幕志愿者 它是一个穿梭的图案 就是说从这边钻出去 那边出来 是要靠修剪的工夫 所以才能够把它整个立体的 穿梭样子皱出来 这个图案大概就是我们去参考国外的书籍 然后把它用在台湾的植物来呈现 然后像这个立体的马银丹 也是我们敦化特别去栽培的 一般马银丹没有养这么大的 它是小灌木 那我们把它养成一个柱状的 然后变成一个开花的树 我在想做青龙的树 开花的树 做一个开花的树 其实我们在这个点上 如果我们做了什么 比较特殊的东西 或者比较不一样的街道绿梅化的话 我发现在其他的街道 甚至于台北县市 甚至于中南部 大概也会有一种效应的 学习的一种效应 常常就是我们要参考一些书 所以如果自己去书局 早期的时候 网络还没有那么流行的时候 就自己去书局搜集一些资料 然后买一些书回来参考 甚至有时候是 人家提供的一些资料 就是我们会用 像玫瑰花的 我们也都有好几本 台湾比较常用的 还有一些参考的一些栽培的资料 还有一些目录 各种草花的目录 都是几年几年累积下来 像这一点 都是大概十几年 二十年累积下来的 一些国外的一些目录 草花的目录这样 这跟刚刚那个好像 只是它的植栽颜色不一样 对 它这种选择 其实它的叶子是比较 长得比较慢的 比较不会变形 可以省工 而且它们那个 比较温带的地方 应该一年大概剪一两次就可以 可是像我们选择的植栽 就必须要每个月都要修剪 才不会变形 桌子 出租山 出租山 那这要扣到吗 还是要入面这么白 就这样 这样就好 先入面这么白 好,来 好,来 沒有剪辣 剪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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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人圓豬的啦 這不是圓豬的 賣去 這圓豬的啦 不不不不 不就把我們摸啦 我們很孤魁 只要讓你摸之後會生孤魁 這不是圖牙吧 圖牙在上面啊 圖牙在上面 這 阿威 這隻有孤魁 這隻卡住就好 對 卡住就好 阿威啦 等一下 這不是圖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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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牙嗎 喔 沒圖牙的圖牙 這不是圖牙嗎 因為我個人的習慣是 喜歡做一些台灣沒有人做的事 那圓藝這一塊 因為其實很多專家 那我會覺得說 如果以菊花來講 其實切花在台灣是很大眾 可是盆栽的菊花 就比較沒有這麼 數量這麼多的東西 所以我會想說試試看 那剛好我有一個長官 他也很期許說 我們在辦局展 總要有一個特別的東西給人家看 所以我就跟我們的團隊 就去找這樣的方法出來 一隻你會不會太熱嗎 差不多啦 循環啦 你會放糖 你會放糖 你會放糖嗎 沒有 都沒有 都沒有 你可以放一些酵素 比較不會炒 其實我們在澆這個豆冰水 也是為了植物啦 其實我們在澆這個豆冰水 要不然真的是 惡靈居啦 中午吃飯時間左右的不懂 對啊 因為我們後面有一個那個 機場的餐廳嘛 那其實曾經有一天 中午打電話給我說 欸 你們那裡是不是發生什麼事情 還是花糞齒怎麼了 為什麼那個味道這麼恐怖啊 一陣一陣一直飄過來 就說不好意思我們今天 撕了一個有機的肥料 所以我後來都跟他講說 盡量不要在中午的時候 膠 就是如果可以我們改下午吃這樣 就比較不會影響到他們的那個食慾啦 要把它倒閉嗎 因為在台灣沒有這樣的文獻可以用 就是說像在日本在大陸 他們可能有老師傅傳承 可是在台灣沒有人做這個事 所以就大力舉這一部分 沒有傳承 那我們也沒有一些資料可以參考 所以我們完全是自己摸索 包含說怎麼栽培時間多少 選什麼品種 我認為既然我們做這一行 我們就要做一些特別的 給台灣的民眾 當他們想看 他們都有機會 只要坐個車子 可能是公車 可能是火車 就可以到台北來看 這樣子的一盆花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團隊做得到 這是很驕傲的事 剛開始第一年 定沒有人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那連我們自己的團隊也不知道 可是我們種出來是200朵以後 突然間有一點點回響 民眾在展覽的過程有一點回響 那也鼓勵了我們的團隊 所以繼續努力 所以第二年我們就達到了385朵 但是花的品質就比較沒有那麼大 所以後來我們又繼續努力 那到最近這一次已經到了530朵 那花的品質也提升了 那我們今年當然是期許有更大的數量出來 可是這個目前還是秘密 因為長官一再交代 一再的交代 不可以太早宣布我們的樹木 所以我們都會保目到最後一刻 花卉博覽會的主題是 彩花、流水、新世界 展場包含了圓山公園區 佔地20.8公頃 美術公園區佔地7.9公頃 新生公園區佔地15.1公頃 以及大家河濱公園區佔地48公頃 前面這一個綠建築 它裡面就是我們未來要放置大禮局的未來館 對 這個地方主要就是熱台園區 到時候這邊就是會有一個 從那邊 那邊算是主入口進來 這邊是我們工作的通道 這邊它到時候進來之後就是 熱帶區域就是有一個很大的量 比如生命之樹 它用生命之樹的意向做主題 這個寫過照的目的設計 是我們將來的 那它就是會從 我們最早的那個溫帶 溫帶的設計 然後高中低啊 就是什麼低海拔 這是低海拔啊 中海拔 高 所以我們是在那邊 對 我們到這邊 好 將來我們大禮局就是放在這個地方 可是它周邊是怎麼收掉 你知道嗎 不知道 目前還不知道 這個展區叫做花卉族區 就是我們現在階梯走上的最後面 這個展區就是佈置我們那 十顆大禮局為主 只是它動線到時候 它要怎麼配置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確定 因為他們也還在請老師規劃中啊 但是問題是你 像我們一般在佈置大禮局 會有一個圍邊嘛 你這一顆 假設我這一顆在這裡來講 你動線在這邊來講 我這邊會有一個圍邊的東西 對 不讓人直接碰觸啊 這個東西必須是他們 就是我現在跟你溝通 萬一你去開會的時候啦 是 就是它必須要有一個圍邊的東西 對 我明白 那個東西一定要列入考慮 對 我明白 一米 大概兩米啦 大概兩米 內徑大概兩米 內徑大概兩米 這是你麵寬整個 整個雞定麵寬你 預備要做到什麼樣子的 我看我的花的量啊 來的量夠就多一點啊 OK OK 量不夠就縮小一點啊 對啊 我應該夠 因為到時候我們那個展場的話 通通拿去你那邊先借放一下 大禮局的栽培成功 激發了敦華苗圃的工作士氣 面對年底即將到來的 國際花卉博覽會 陳主鳳的團隊更顯得戰力十足 這個是我們 嗯 經常一起工作的 那個 創意小組啦 就是我們自己啦 這樣子講 然後我們常常有一些 連 有一些什麼